还要来关心日前有人打了AZ疫苗 没想到医疗院所发生了人工上传批号物质事件 让民众以为自己打到的是过期的疫苗 指挥中心现在也公布 目前为止一共有三家医疗院所出包 上市北市就有491笔 新北市这回有一间诊所被点名 刘宜光诊所它物质的49笔 因此光是在双北市就有540笔都是物质 到指挥中心也要进一步检讨 并且掩拟房呆机制来排除之后会犯下的人工错误 但是这回有诊所医师不满 认为从头到尾都是市府给错误的批号 并不是他们人工物质 诊所照常营运看不出异状 但新北市刘宜光诊所被爆出帮民众打疫苗后 系统填上了过期批号 一度引起民众恐慌 该诊所登陆作业时 将该批疫苗物质为10月3号借其错误的批号 目前已经修正完毕 没有施打过期疫苗的情形 也不影响民众的权益 新北市府帮忙出来澄清 说发生在10月7号 49人前往刘宜光诊所打疫苗 原本该批有效日期应到11月30号 登陆作业却输入成10月3号到期 卫生局10月13号接获通知 但新北市定调的物质 诊所听了是一肚子火 我们闹物质啊 我不是我们物质 给我们变化什么 我们打什么 我们都比对过没有错啊 那天中休节啦 我们要去领疫苗 也不是我去领的 给我们的编号就是错误的 医师越说越委屈 他们只是被被动通知 但物质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 台北有康宁医院与中心诊所491笔 如今加上新北市刘宜光诊所49笔 双北地区总计540笔 如何如何用这个 有一些防呆机制 电子病例的方式 避免就是人工的部分 可能不小心批号物质这个现象 也没有什么灾染 他给就像对了的 还好过期批号都是虚惊一场 没有影响到民众身体 但被冠上忙中有错 也让基层诊所 有苦说不出 记得正确的未成 新北市报道